约翰福音第一章从第一节看起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道就是神的话 神的儿子 当约翰福音讲太初有道的时候 我们越来越看见 这个道呢 是有位格的 是一个person 那么在旧约的时候 其实也有一句话 跟这个相当的对应 旧约新约都把神的话 神的道说成是上帝的第二位 也就是圣子 不过旧约里面有一节经文 特别表现出这个 就是以赛亚书第55章第11节 我口所出的话 口里出的话 上帝的话 上帝的道 绝不突然返回 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 上帝的话 说出去 就会有功效 就像圣经讲的 他说有就有 命力就力 上帝的话 是有位格的 是有力量的 能够把上帝的旨意成全 这里也把神的话 就像新约一样 说成是上帝的灵 或者上帝的儿子 是被打发出去 完成上帝的旨意 他们就是上帝旨意的成全 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 在我发他出去 成就的事上 必然亨通 不管这个世界如何的 抵挡上帝 不管我们是如何的 冒犯神 我们的罪恶 不管何等的身 那蒙神拣选的 必因为神的话 神的儿子 那么在这里 我们没有多讲 神的灵 但是也是一样 因着神的儿子 神的灵 被神打发出来 就能够成就 他的工作 那么在约翰福音第一章 第一节讲到的 太初有道 这个道跟神在一起 也就是以赛亚书 五十五章十一节的 我口所出的话 不只是一般的话 是一个讲出去 像一个使者一样 会成就工作的那一位 太初有道 我们通常就讲到 太初是多久以前 十一开始 是时间的起点 等等 这有一点忽略 另外一方面 太初如果有道 太初当然有道 我们也要记得一点 太宗也有道 宗是宗典的宗 这个呢 在启示录第22章13节 有讲到说 耶稣说他是阿拉法 他是俄梅甲 他是初 他是宗 他是始 他是末 这是什么意思 这讲我们的主耶稣 有始有终 有始有终是一句好话 但是不能用在 但是不能用在耶稣身上 有始有终 我们通常的意思就是 这个人做事 能够完成 有开始 也有结束 但是如果用在耶稣身上 就是他有一个开始 他也有一个结束 断乎不可 我们的主耶稣 无始无终 他是永远的 当圣经里面 特别启示录讲 他是始 他是宗 他是阿拉法 他是俄梅甲 这是希腊字母里面的 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字 绝不是说 耶稣有一个开始 然后有一个结束 开始之前不存在 结束之后也不存在 没有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在讲到说 主耶稣三位一体的第二位 在世界的创造开始 他是那个开始者 在世界的结束者 他也是那个结束的 从开始 世界的开始 宇宙的开始 时间的开始 时间空间的开始到结束 耶稣或者三位一体的真神 都在掌管 创造是他 结束也是他 各位 这个世界会结束的 这个世界会过去的 但是 在这个要过去的世界中 你我信靠上帝的人 我们就会 有始无终 耶稣是无始无终的 他是永远的 我们有一个开始 我们受造开始 受造之前不存在 我们信了耶稣以后 我们有永远的生命 是永恒的 那么这个永恒的生命 不只是在我们一般想的 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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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想到永恒 你想到永生 就想到秦始皇的梦 万岁 万岁 万万岁 你就大错 大错 大大错 永恒绝对不是说 长而已 甚至说长 可能都不恰当 永恒是指着 上帝的那个特质 美善的 我们勉强可以说 是持续的 但是重要是 它是一种美善 它是一种 不会消失 不会厌烦 听起来很玄 我希望在座的弟兄姐妹们 你都说不玄 因为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 我们今天在世界 因为有上帝给我们的生命 我们希望能够常常体会到永恒的生命 这一点 有的时候世俗的人都会这样讲 有的时候世俗的人都会讲到说 哇 那一刹那 那一分钟 那一段时间 当他发表演说的时候 当他表现出什么的时候 当他唱出永叹调的时候 当我们听到那优美声音的时候 我们好像进入永恒 然后我们会说一句话 我永远不会忘记 那个时候 就是我们因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 即便堕落了 罪恶了 离开了我们的天赋 但是因为神的恩典 我们多多少少连不信主的人 也能体会到这一点 但是不信主的体会 那种深刻的印象 恐怕美好的有 可怕的更多 哇 我永远不能忘记 那天晚上 当什么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 那个可怕 我们通常是这样的事也有印象 不过我们求神帮助我们 能够在生活中 因着神的爱 因着对真理的认识 我们在世的时候 常常体会到那永恒的美好 可能有的时候是夫妻之间的相爱 有的时候是朋友之间 总之当我们在世上活到爱中的时候 我们经验到永恒 我们活在罪恶中的时候 我们也会经验到地狱的永恒 那种羞耻 痛苦 无奈 我觉得还有一个字 空虚 也常常抓住我们 那么在罪恶的世界里面 我们会经验到永恒 不管是永恒的好或坏 一点点 但是我们能经验到 耶稣 上帝 三位一体的真神 是到永远的 我们人是在受造以后存在 存在了以后 我们就永远不会消失了 但是是永远在天堂 还是永远在地狱 那就是我们在约翰福音 今天已经每一次讲到 听到我们需要领会的 就是我们要信靠他 就在永远的幸福中有份 好 不过我们不去讲那些 我们还是在讲到说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这是指着上帝 耶稣基督是无始无终的 是永远跟神在一起的 第二节讲的 这道太初与神同在 也是一样 重复地讲 强调 耶稣或者道 或者是神的话 神的儿子 是跟神同等 而且永远同在的 这有点抽象 希望下面讲的就不抽象了 我们刚刚也提了一下 我们的主耶稣 或者我们的神 或者我们的圣灵 三位一体的真神 在没有世界 没有宇宙 没有时间空间的时候 他们三位 他一位 我们讲神的时候 讲位格 我们是讲他们或你们 我们讲本体的时候 我们是讲他或你 单数复数都可以用 我们希望我们认识得清楚 三位一体的真神 在没有世界 没有时间 没有空间的永恒 世界没有造成的时候 他们三位 互信 互爱 互荣 互尊 没有缺乏 完全的美好 因着爱受造物 神决定造这个世界 那么这也是 约翰福音告诉我们的 万物是借着他造的 凡被造的 没有一样 不是借着他造的 你看到这里 已经看到 约翰的手法了 就是把信息 重复又重复 道就是神 道与神同在 道太初与神同在 不是啰嗦 是强调 道跟神的 永远的平等和同在 万物借着他造的 就够了 但是他还要再讲一次 再强调一次 凡被造的 没有一样 不是借着他造的 约翰就在这些地方 看起来很头痛 很抽象 但是实在是在希望 引发我们 再接一句话 我们中国人 其实尤其是文人 很喜欢做对子 做上连和下连 讲出一句 要接下一句 这个古人 有很多的笑话 或者故事 现在我们说 上面说一句话 下面接一句 常常我们没有这个能力 在这里 约翰似乎在考我们 万物是借着他造的 凡被造的 没有一样 不是借着他造的 那接下面一句话 我们能够接吗 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 凡被造的 没有一样 不是借着他造的 好 各位不要考试了 我们就想 一切都是他造的 下面要接的一句话 是什么 下面要接的一句话 是因此一切是美好的 因为我们想到创世纪里面讲 神看他所造的都甚好 我们也讲过好多次 包括使徒行传十四章十七节那里 保罗对路斯德的人所讲的话 他在雅典也讲过类似的话 神创造这个世界 要我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 要我们吃喝快乐 享受这个世界 基督徒即使这个世界堕落了 充满了罪恶 虚空 痛苦 可怜 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验 我们都活在这样的经验中 这就叫死亡 我们活在死亡中 我们死在生活中 即使这样 基督徒和这个世界上的人 因着圣子 圣父圣子圣灵 奇妙的创造工作 我们满心喜乐 这个你在旧约圣经里 包括以赛亚书诗篇里面 都有很多 我讲过很多次 基督徒不是消极负面的 我们比世人更加强调 世界的罪恶 人生的空虚 我想到 但丁的神曲里面 一开始的那个很有名的话 我进到一个黑森林里面 正路完全断绝了 这个世界 无路可走 无家可归 无望可叛 无爱可悦 我们在这个世界 无福可想 无力可靠 一切是空虚的 因为 人生如果没有上帝 如果不信上帝 就实在是悲 是 满江红里的话吗 空 悲 窃 三个 在传道书里 神也这样告诉我们 神造的世界美好 但是当人不因为这些美好而归荣 要给上帝信靠上帝的时候 越美好 越空虚 不过 即使是空虚 愿意信靠神的人 甚至不信靠神的人 在他的恩典下 生活越规矩的人 我们还是越能享受到上帝的创造的美好 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 我刚刚从法国回来 法国人所造的东西 我们觉得有一些精品 有一些美好 各位 整个世界上帝所做的 是美好的 凡被造的 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 所以 我们活在世上 没有一个人 没有一件事 即使是人这么堕落痛苦 我们仍然能从其中 享受到上帝的美好 在华人福音派 西方福音派里面 我们很正确的常常强调 道或者道 所做的最伟大 最重要的是拯救我们 在上帝的奇妙的救赎当中 光辉之下 上帝的创造 好像是一个过去的事情 其实不是 上帝的创造仍然是美好的 或者我们在这里讲到 道的工作 不管是创造 或者是对堕落世界的照顾 那个字叫providence 中文翻护理 静怡这个学校是天主教学校 英文就叫providence 美国有一个罗德岛 罗德岛的州中心就是providence 那么护理的意思是 上帝造了世界以后 即使世界堕落离弃上帝 上帝并没有离弃这个世界 不但没有离弃这个世界 神仍然巨细无疑的 在每件事上执行他的旨意 这里圣子也有份 万物是借着他造的 凡被造的 没有一样不在他里 不是借着他造的 这是创造 下面一句话 约翰就讲到 圣子另外一个工作 providence 生命在他里头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如果我们要把这个字 这句话翻得清楚一点的话 可能我们要这样翻 生命在他里面 他当然就是道 就是耶稣 这生命就是照进人心中的光 人的光应该不是 从人心里发出的光 人的光应当是上帝 照到人心里的光 这个罪恶的世界 没有一刻 没有一个地方 没有一秒钟 没有上帝的话 没有上帝的光 上帝的光是约翰喜欢用的用法 上帝的光 上帝的话 一直都照在人的心里 没有一个时候停止 诗篇十九篇第一节 诸天述说神的荣耀 穷仓传扬他的手段 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 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 无言无语 也无声音可听 他的亮带通遍天下 他的言语传到地极 各位 整个的宇宙 包括你的人生 我们在上帝的爱中生活 我们在上帝的真理中生活 我们在上帝的光中生活 我们在上帝的话中生活 我听说过很多的天文学家 跟我们讲 说这个宇宙你看起来 尤其你出了地球以后 看起来是一个很寂静的空间 安静的空间 其实充满了声音 充满了电波的声音 那个我不懂 但是根据诗篇十九篇 这个宇宙充满了 你耳朵听不到的声音 这个宇宙充满了 上帝的儿子 对万物所说的话 从天的这一边 到天的那一边 永恒 他的话 在对这个宇宙说 诉说上帝的奇妙 我们是罪人 我们离开了上帝 我们听不到这个声音 但是即使听不到 上帝的光 仍然照在我们身上 耶稣在照在我们身上 在传扬他的手段 如果我们被圣灵重生了 包括我们在座的 每一个弟兄姐妹 你应该有很大的福气 你我在这个罪恶的世界 上帝随时用他的精品 不要钱的恩惠和慈爱 跟我们在一起 这个话 这个恩惠 这个慈爱 这个生命 这个真理 这个爱 就是照进人心里的光 我们是在黑暗里 但是不断地有上帝的话 上帝的真理 光照我们 这个叫providence 常用他全能的命令 拖住万有 哥罗西书和罗马书 也讲过类似的话 罗马书讲的那句话 你们大概都说得出来 万有都本于他 依靠他 依靠他 也归于他 本于他 万有都是上帝 都是道所造的 归于他 万有的成全 结束 也都是耶稣的事 在创造和最后结束的中间 这一段 依靠他 就是providence 也是耶稣所做的 人的生死 成长 国家 民族 文化的兴衰 都是上帝的儿子 所做的 生命在他里头 宇宙在他里头 这生命 就是人的光 上帝的儿子的话 拖住了这个世界 万有依靠他 常用他全能的命令 他的话 拖住万有 上帝的儿子 有这个能力 这是providence 这个providence里面 包括三个部分 一个 这个罪恶的世界 是被上帝的话 保存的 preservation 你不必记得这个英文 这个观念我们能记得 这个世界没有被上帝丢弃 任何一个时候 没有被他丢弃 也不可能丢弃 他的爱和权柄和智慧 一定对他所造的世界 有所保留 preservation 另外 在英文里叫 cooperation或 concurrence 合作 上帝在管理这个世界 护理这个世界的时候 是跟人合作的 合作这个词不太好 但是神学家也想不出更好的话 我这样说 我举过这个例子 举两个例子 一个例子 是诗篇139篇的话 我受造 奇妙可畏 可是各位 我们的受造 跟亚当夏娃的受造 大大的不一样 亚当夏娃的受 亚当的受造 没有父母 没有性行为 是神说 用泥土造出来的 当任何一个人 包括不信主的人 他的产生 他的 因着生理的因素 产生的过程 在圣经里讲 这是奇妙可畏的 这是上帝的创造 可是 对不信主的人 甚至我们信主的人来讲 我们完全看不到上帝 你看不到上帝 在整个 我们产生的过程中 做了什么事 我们信主的人会说 哦 这真奇妙 一定有上帝 但对不信主的人来讲 这就是一个现象 一定是会有的 这是一点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世界被上帝管理 完全被上帝管理 但是世界被上帝管理的时候 上帝说话 做事 带领 对不信主的人 完全没有办法看到 这是上帝在做 对信主的人来讲 我们会承认 这是上帝在做 可是不免也有怀疑的时候 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 这各位 举例子 像你们的婚姻 像我们的婚姻 是不是主的带领 幸福的时候很是 不幸福的时候 就不大觉得是了 或者是你会觉得 这是上帝错误的带领 通常一出错 我们都是有神论 就一出错 都是上帝的错 做得对的时候 我们都是无神论 那都是我们自己的功劳 那么不对的时候 就是说是上帝做错了 这个世界 每件事神都在带领吗 我知道 我们很容易说一句话 如果红海分开了 如果有神迹歧视了 我就相信神在带领 可是各位 红海分不分开 神都在带领 神让红海分开 那是到目前为止 几万几十万几百万年 才有一次的事 不知道是不是绝后 最少是空前 而每天的潮汐 也是上帝的带领 这两个是一样奇妙 只是我们天天看到潮汐 我们百万年才看到一次 红海的分开 另外一个例子 神在掌管这个世界 包括每件事 包括我们今日日用的饮食 是主赐的 感谢主赐给我饮食 我们每天都要泄饭 泄三次 如果你喜欢吃零食的话 当然还要谢很多次 你要谢谢上帝赐你饮食 我也讲过很多次 神赐你饮食 对不信主的人来听 是很刺耳的 也很可笑的 你的食物是农夫耕种出来的 你的食物是不信主的牧羊 牧牛人养出来的 你的食物是不信主的人 烧出来的 你的食物哪里是上帝给的 当我们说 感谢主吃我们饮食 感谢主我受造奇妙可畏 感谢主带领我度过一个童年 感谢主让我考试 大大小小的每件事 平常不平常的 一一造造件事 都是神在做的 都是神做的 但是神做这些事 我们人唯有凭着信心知道 也唯有凭着信心顺服主 跟他合作 就我们不是懒惰的 连不信主的人也不是懒惰的 神借着不信主和信主的人 在人间的文明和自然中做每件事 神跟我们合作 在管理世界 那么第三个 神也government这个世界 神也同管这个世界 神保存 神合作 神同管这个世界 但一里责备伯沙沙王说 你不敬畏 那个手中有你气息 管理你一切动作的上帝 各位 你现在坐 坐在哪一个位置上 并不是上帝强迫你坐下来的 你看哪一个位置 比较舒服一点 离冷气远一点 或者讲员比较不会看到 你打瞌睡一点 那么你就坐在那个位置上 你选择的 这个一点都不妨碍 说我们做的一切事情 是在主的手里 求主帮助我们 深深地相信 神创造了万物 而且万物都甚好 即使堕落了 有这么多痛苦和丑陋 神仍然在管理这个世界 保存这个世界 跟人一起治理这个世界 一起同管 神掌管一切 我说的一起 并不是要剥夺神的绝对权威 而是说我们经验到的 我们也在做事 这使我们在极大的痛苦和罪恶的世界中 我们会说生命在他里头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我们因为相信 包括你现在仍然相信 希望你是相信 神在掌管你的生命 我们的生活就还是有盼望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第五节 光照在黑暗里 黑暗却不接受光 这句话我也解释过 光照在黑暗里 耶稣对我们说话 光就是道 就是真理 就是上帝的第二位 光照在黑暗里 这光是人的光 照进人心里的光 黑暗就是这个罪恶的世界 黑暗就是你我 我们拒绝接受上帝来的真理 但是这句话又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 我们中文没有翻出来 我看一下英文的翻译 大概都比我们中文翻得要完整一点 黑暗不接受光 那个不接受可以翻不接受 但是可能更好的翻译是 不能拒绝光 我们不能拒绝光 这个真是圣灵 给约翰一个很大的启示 黑暗不接受光 这个世界是恨恶上帝的 但是黑暗的确不能拒绝光 不能胜过光 不能克服光 越黑的地方 越不能克服光 越黑的地方 那个光越小就越能显出来 我们也要有这个信心 任何一个时候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能够活下去 靠着主活下去 在以西结书十六章 我们中文也没有翻出来 那个讲得更好 耶和华看到以色列是一个被丢弃的女婴在路上 滚在雪中 耶和华说 活下去 我们没有办法活下去 我们没有力量活下去 我们没有盼望活下去 我们没有路活下去 罪恶的世界 只是在痛苦死亡中 早一点晚一点 可是有上帝的光 我们就能够活下去 黑暗不接受光 我们也常常拒绝上帝的真理 我们常常拒绝上帝的爱 我们常常拒绝活出上帝的真理 活出上帝的爱 我讲的是两方面 有的时候我们像拉结一样 受苦太多 受难太多 我们不肯受安慰 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 是拉结哭他的儿女 不肯受安慰 因为他们都不在了 太痛苦 我们不肯受安慰 太痛苦 人生太无益 我们不肯信耶稣 这是一点 另外 不是我们不肯受安慰而已 有的时候 我们也不肯去安慰别人 不肯去爱人 不肯去为人主持正义 为什么 太累了 为什么 有的时候我们也有点幸灾乐祸 对于别人的幸福 不大喜欢看到 我们不想 我们就变得更加堕落 感谢主 各位 我自己越活越觉得 在任何一个地方 神仍然在工作 光照在黑暗里 上帝的道 上帝的真理 上帝的恩典 上帝的儿子 耶稣基督 借着教会 把光 把爱 把真理 照在这个罪恶的世界 这个罪恶的世界 不能胜过上帝的福音 不接受 是的 我们更好了解是 不能胜过 下面我们跳到第九节去 我们已经讲了 上帝的道做的两件事 上帝的道做的第一件事是创造 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 而且我们接了一句话 万物都生好 另外 光照在黑暗里 他不仅创造了世界 他继续用他全能的命令 拖住这个世界 使这个世界 不会这么快 就在上帝的正路中灭亡 这是真光 那光是真光 耶稣是真光 耶稣是真理 耶稣是真爱 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上帝的福音 上帝的话 比灿烂的阳光要更美好 记得美在主耶稣那首诗歌吗 他灿烂 比任何的星星 月亮太阳 都要更美好 那个是真光 是美光 是美丽的光 是散光 是神明的光 是神明的光 照亮我们 包括照亮我们心中 罪恶的引擎 也包括照亮我们 该走的道路 使我们活着 有盼望 照亮一切 任何一个时候 这里照亮一切 生在世上的人 一方面可以说是 耶稣降生 以前的世界 耶稣 没有道成肉身 福音 书还没有写成 福音 没有传遍天下 在我们的 唐朝 汉朝 或者任何一个 没有听过 福音的地方 上帝的光 都仍然照在人心里 这个在约翰福音 我们马上又跳到 罗马书讲的 借着所造之物 就可以晓得 教人无可推诿 神的勇能和神性 不能够被消灭的 在罪恶的恶人身上 他也在自己行恶的时候 希望把自己的恶行 抹杀一些 掩盖一些 不要叫人知道 不要叫人看到 罪恶的恶人 杀人犯 强奸犯 在可能的情形下 他都要说 这不是我做的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 这是恶的 没有人不知道 没有人 没有一些 最基本的 道德 真理的光 他那光是真光 照亮一切 生在世上的人 照亮一切的万物 这个太阳光 很美 很好 这个太阳光 还是有阴影 上帝的真光 没有阴影 照亮一切 世上的人 没有信主的人 没有听过 耶稣的人 他们心中 仍然有这个光 当耶稣 降生了以后 当福音 开始广传了以后 这个就更明显了 就是第九节 那光是真光 既是指 耶稣 降生 以前 神在人 心中的 自然之光 也是在 耶稣 降生以后 福音的 恩典之光 恩典之光 跟自然之光 不太一样 自然之光 让我们 知道一些 对错 是非 但是 没有恩典之光 没有清楚的 福音 来传的话 我们只觉得 千古 就是一身 常叹而已 那么当福音之光 来到了以后 我们就真是 有盼望了 我们就看到 我们的 我们的父 我们的主 来到我们当中 他在世界 前面看 他在神的旁边 他就是神 他现在在世界 他在世界 世界也是 是借着他造的 世界 却不认识他 我知道 约翰福音 很难懂 我知道 约翰福音 叫我们 觉得很困惑 不过 我自己看 我也觉得 约翰福音 实在是 写得太美了 他在世界 世界是 借着他造的 世界 却不认识他 用很简单的 几个字 把人对上帝的 决情 和上帝对人的 奇妙的爱 表达出来了 他在世界 他没有离开我们 他没有离开 这个离弃 他的世界 这个世界 包括你 我在不信主 的时候的状况 我们不但是 他在我们当中 我们也是 他所造的 他为自己的 荣耀所造的 我们却瞎了眼睛 不认识他 那个生来瞎眼 后来被耶稣 医治的人 耶稣说 你知道神的儿子 是生命的吗 他说 谁是神的儿子 叫我信靠他 耶稣说 耶稣说 现在跟你说话的 就是他 这我们中文 也没有办法翻出来了 在约翰福音里面 有一个片语 是常常用的 就是我是 我是世上的光 我是好牧人 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我是阳的门 我是 有的时候就是我是 我是 西拉文就这两个字 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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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想得到吗 学者说 这就是出埃及记里面 摩西问耶和华说 你的名字是什么 摩西听到的答案是 我是自有永有的 我就是我是 约翰福音就用 希腊文来表达 耶稣是 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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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什么 他对那个生来瞎眼的说 这对你说话的就是他 原文就是 对你说话的 我是 不好翻译 所以只好照着 现在和和本这样翻译 他到自己的地方 自己的人不接待他 耶稣说 跟你说话的就是 耶稣的话就是真光 耶稣的话就是真理 带着圣灵的能力 一进去 那个人 就拜耶稣 就跟我们一样 当神的话在我们心中 圣灵感动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 不由自主的要拜耶稣 要信耶稣 要爱耶稣 要传耶稣 我说了在约翰福音 包括第一章里面讲的这些 神创造万物 道创造万物 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我们要知道神创造的美好 光照在黑暗里 黑暗不接受光 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我们要知道 神仍然在做 Providence 护理的工作 当他到自己的地方 自己的人不接待他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那就要请你接待他了 整个约翰福音 目的 各位可能也记得 是什么 就是约翰福音 第二十章讲的 约翰说 这些事写给你们 是要你们信他 还有吗 还有 约翰福音二十一章 又告诉我们了 写这些话 是要我们爱他 二十一章 不是耶稣三次问彼得 你爱我吗 二十章讲 你要信他 二十一章讲 你要爱他 那么 这里讲 我们要接待他 他到自己的地方来 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 我们的上帝 我们的主耶稣 来到这个世界 是自己的家 这个家比我们一般的家 还要更了不起 我们的家 租来的 我们的家 买来的 这个世界 是上帝 盖的 这个家不仅是我的地 我的土 是我盖的 我们借住在上帝的家里 当上帝来的时候 我们倒不接待他 约翰也用非常简单的话 来表达了一个很奇妙的真理 很可悲的真理 就是人对上帝的悲逆 是很深的 我们一想到人的悲逆 人的罪恶 幼时都是杀人放火 奸淫掳掠这些 各位不是这些 一切罪恶的根本在于 我们故意不认识他 我们故意把自己 以及这个罪恶世界 欠他的 当作理所当然 他来到自己的地方 自己的人不接待他 我们在旧约圣经里 还可以看到 这句话也可以再接下去 自己的人不接待他 倒接待别人 我们罪恶严重 我们对上帝 对耶稣 是如此的不敬 不爱 不信 哦 感谢主 有人爱 有人信 有人拜 我希望我们当中 每个都是 凡接待他的 你接待了 各位我回家了 我家里的人没有把我赶在门外 你来这里干嘛 这不是你的地方 不是你的家 我还要花好多的力气 还要打很多的官司 说这是我的家 我们接待了他 当上帝被一家一家拒绝的时候 当主耶稣来到人间的时候 他和他的门徒 仍然被拒绝的时候 我们感谢主 主是谢谢上帝 主啊 我感谢你 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 但是那是主耶稣的态度 我们的态度 真是应该匍匐在地上 铺下地毯 来迎接他 凡接待他的 什么叫接待上帝 就是承认上帝 这是你的家 我是你的人 我是被你造的 我爱你 我信你 我传扬你 我服侍你 我顺服你 主耶稣请来 我心有空处为你 这也是一首老诗歌 凡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他们权柄 做神的儿女 这是什么观念呢 这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的观念 重生 我们因着信靠耶稣 我们重生 或者很多人喜欢强调 我们因着圣灵的重生 我们信靠耶稣 谁先随后 学者喜欢去讨论 我觉得不需要讨论 圣经两个都有讲 我们确定一件事 不管是重生 是相信 是跟随 是爱主 是传扬主 任何一个正面的动作 都是主的恩典 我们没有能力 我们堕落了 我们不认识上帝 但是神拣选的人 我们就蒙神赐权柄 成为他的儿女 我们就重生了 我们不是从血气生的 不是从情欲生的 不是从仁义生的 是从神生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是上帝国度的人 我们也是世界上的人 我们有我们肉身的父母 我们也应当孝顺他们 因为这是上帝 借着他们 让我们来到世界上 上帝借着他们 养育我们 照顾我们 他们有错误 有施散 但是这是上帝使用的 我们感谢主 我们更感谢主 让我们是神生的 我们是人生的 我们也是神生的 我们受造奇妙可畏 你信耶稣 那个困难 那个不可思议 是圣灵的工作 是重生奇妙的 尼格迪姆不能懂 但是我们都应该能懂的 神生的 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这句话 他是回想到 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 神也住在他们中间 住那个字 就是支搭帐篷 神曾经在旷野的时候 支搭帐篷在以色列人当中 住在以色列人当中 吃在以色列人当中 活在以色列人当中 走在以色列人当中 是象征性的 但是也是真实的 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丰丰满满 有恩典 有真理 匆匆满满 有恩典 有真理 我们的生活是丰富的 虽然常常贫瘠 我们的生活是多采多姿的 虽然常常我们觉得单调 但求圣灵常常光照我们 让我们 活在一个佩然莫知能遇的上帝的爱和真理里 这个真理 这个真理也是光 我们看过他的光 我们听过他的话 现在如果圣灵感动我们 应该也听到神的话 告诉我们 父独生子 有多大的荣耀 好 我们的结束仍然是 那么这位上帝 道成了肉身 在我们中间 创造的世界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回想一下 他创造世界 让我们知道 我们活的世界是美好的 他管理这个世界 让我们知道 纵然我们都堕落的这么可怕 魔鬼这么的兴旺 我们仍然知道主在掌管 主在每件事上掌管 主在最可怕 最可怜的事上 最不幸的事上 就是他的儿子被钉死的事上 他也在掌管 这就给我们信心 让我们信靠他 但记这些事在这书上 是要叫你们信 我们信 我们信 主啊 我信 西门的儿子 巴约拿 你爱我吗 你爱我比这更深吗 主 是的 你知道我爱你 约翰福音 还有整个圣经 要我们知道 我们应当信靠他 我们应当爱他 我们应当在性爱当中 活下去 我们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 你的恩典和慈爱 求主同在 求主光照 求主说话 求主扶持 求主带领 主我们需要你光照 因为我们是如此的黑暗 我们谢谢你 我们的黑暗 拒绝光 却不能胜过光 主也对我们说话 我们耳朵背 耳朵聋 听不进去 求主继续地说 用慈神爱索 对我们说 用圣灵 对我们说 按照我们的名字 叫我们 对我们说话 好像玛利亚 听到耶稣说 玛利亚 听到耶稣的话 他就喊出 拉脱你 他认出耶稣了 求主对我们说 让我们看见 让我们重生 让我们开门接待你 让我们打开门 听到你叩门 就接待你 凡看到我站在门外 叩门 凡听见我声音 就开门的 我要进到他那里 我与他 他与我一同作息 谢谢主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谢谢主持人 谢谢大家